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乡下的田地间,经常会有小蛇出没,而一些调皮的孩子便会捕捉这些小蛇。 或将它们卖掉换钱,或把它们当成玩具来玩耍。 有蛇! 快,挡住它!别让它跑掉了! 哎呀,这条蛇的体型不大哦! 哇,它要逃跑了! 大家看好了,可别让它跑掉了! 放心好了,我在这里挡着,它跑不掉的! 哎呀,那条蛇没有看见了,它好像跑掉了! 啊,怎么会这样啊? 我想,它一定是躲在草丛里,不敢出来了! 我们找找看,不要让它溜了! 出来,出来! 哎呀,它又要逃走了! 哼,我看你往哪里跑! 哈哈,被我踩住了! 我看你还往哪里跑! 啊,啊! 哎呀,你还敢缠我,看我把你打扁! 不要打了! 你们这些孩子,这是在做什么呀? 不要再打了,你们会把这条蛇打死的! 是阿牛叔叔啊! 这条蛇刚才缠住了我,我这是在给它点颜色看看的! 就是啊,它这么小,就想缠人! 要是长大了,可不得了啊! 我看,还是趁现在,把它打死的好! 对,对,把它打死的! 你们看它多可怜啊,不要再伤害它了! 阿牛叔叔,一条小蛇,都会让你感到可怜! 难怪村里人都说,阿牛叔叔的心肠软呢! 只要阿牛叔叔看到受伤的小动物,它就会出手相救! 这条小蛇真是命的! 要不是遇到了阿牛叔叔,它今天就死定了! 可怜的小家伙,你伤得可不轻啊! 好在都是皮肉伤,我帮你擦些药就会好的! 就这样,阿牛给它把伤口清洗好后,并将自己随身带着的药为它敷上! 而这条小蛇,在敷上药后,便很快地钻进草丛,消失不见了! 小家伙跑得可真快啊! 阿牛,你身上带的那些草药,怎么又少了一些啊? 啊,今天在路上看到了一条受伤的蛇,所以我就拿出一些草药来给它治疗了! 你今天救了一条蛇? 阿牛啊,难道你以前没听老人说吗? 蛇可是从来不懂得什么感恩的! 它们是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 你救它,做什么? 当你看到它受伤后,垂死挣扎的样子,怎么能不出手相救呢? 再说了,我救助它,也并不是想让它感恩于我呀! 你呀,总是这个样子,不管是什么动物,只要它们受伤了,你总会出手相救 是啊,不管它们是什么动物,但都是一条条性命啊 哎呀,阿牛,你快看,这里有条蛇 啊,这不是我今天刚刚救了的那条蛇吗? 它怎么跟着我跑到家里来了? 你看,它好像在跟你打招呼呢 它不会是来表示感谢的吧? 小家伙,你是来感谢我的吗? 你不是说蛇是冷血动物,不知道感恩吗? 你看这条小蛇,它多没有灵性啊 是啊,这条蛇看上去的确很通人性 阿牛,你不会打算把这条蛇养在家里吧? 那怎么可能啊,它毕竟是野生的 大自然才是它最好的家 而且这是一条蟒蛇,会长得很快的 过不了几年就可以长得非常大 你想,如果我们家里养这么一条大蟒蛇的话 邻居会害怕的 而且我们还打算要生个孩子 家里有一条大蟒是不好处理的 是啊,小家伙,你玩一会儿就回家去吧 以后有时间再来玩吧 我们随时欢迎你的 是啊,小家伙,如果你想我们了 可以随时回来 我们的家门永远被你敞开 不知道下次再见到它会是什么时候 然而,阿牛没过几天 便再一次见到了这条蛇 这个小家伙,真的会每隔几天 就会回来,看望阿牛一家人 阿牛,你们刚从医院里回来了吗 怎么样,生男孩还是女孩呢 是个儿子,我当爸爸了 是吗,阿牛,恭喜你啊,当爸爸了 阿牛,你们家现在有小宝宝了 刚出生的小宝宝可是非常娇嫩的 所以,你可不能再让那条大蟒蛇来你们家啊 是啊,那条大蟒蛇长了这么大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真的把我给吓坏了 是啊,那个小家伙的确长得非常快 没多久的时间 没多久的时间,它就从一条小蛇 变成了一条大蟒了 不过,我可是看着它长大的 它很痛人性 不会伤害到我孩子的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阿牛,你可不能大意啊 要是真的伤害到了你的儿子 那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老公,你看,他又来了 小家伙,这是我的儿子 你可不能伤害他 真是不可思议 我儿子竟然一点都不害怕这条大蟒 是啊,他俩搞不好以后 还会变成好朋友呢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年 阿牛的儿子六岁了 而这条大蟒和小主人 真的成为了好朋友 任凭他怎么和大蟒玩耍 大蟒都不会生气 儿子,你在家和大蟒好好玩啊 我要去田里除除草 知道了,老爸,你去吧 好热啊 今天的天气可真是太热了 要是能去游泳该有多好啊 对啊,不如偷偷去池塘里洗个澡 大蟒,你乖乖的在这里看家啊 我一会儿就回来 嘻嘻,真好玩 阿牛的儿子 阿牛的儿子喜到高兴的时候 似乎有点忘记了安全 他一不留神滑到了深水区 小孩子不会游泳 而周围又没有别人 情况非常危险 救命啊,救命啊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啊 我快要咽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浮起来了 大蟒,原来是你啊 谢谢你救了我 真是太谢谢你了 是这条大蟒把阿牛的儿子 从池塘里救了出来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蟒蛇救人的事情很快便传开了 很多人都慕名来阿牛家 想要一睹这条通人性的蟒蛇 你们就把那条大蟒卖给我吧 我愿意出二十万 哼,你走吧 再多的钱我也不会卖它的 对,我们是不会卖它的 难道你们嫌钱少了 要不然你们开个价吧 我都可以照负担 这不是钱的问题 那条大蟒是我们的家人 你会为了钱而出卖自己的家人吗 啊 唉,我开了那么高的家 他竟然都不动心 这该怎么办啊 这位老板,你不要白费心机了 他们家是不会卖那条大蟒的 我不知道你买那条大蟒想做什么 但是我想说的是 人应该多做善事 当初阿牛救了大蟒 结果几年后 这条大蟒才能救他的儿子 善有善报 这就是善的循环啊 啊,说的真对 善有善报 善的循环 人狼真情互助 都说人是万物之灵 其实动物也是有大爱的 和人类之间的爱相较起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 哎呀,好痛啊 糟了,这下该怎么办啊 我的孩子还在家里等着我呢 他们那么小 要是我回不去的话 他们会饿死的 对了,让我把这根可恶的铁链咬断 哎,还是不行 这一天 有位不小心脱队的地质探勘队队员 阿凯 在这茫茫临海里迷失了方向 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猎人 安放捕兽夹的地方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啊 什么声音 哎呀,狼 原来他中了猎人的陷阱啊 可怜的家伙 竟然中了猎人的陷阱 不过你也挺幸运的 森林里的那位老猎人 一周前去世了 所以你才能活下来 不过如果你不能从这个捕兽夹里逃出来的话 那你会被活活饿死的 不要过来 你要是赶过来我就咬死你 还挺凶的呀 哎呀 这还是一只正在哺乳的狼妈妈 他被困在这里 那他的孩子要怎么办呢 从母狼的外表看来 阿凯猜想他被套住 不过是近几天的事 那么他的孩子肯定还活着 阿凯有心想放走他 但这只母狼根本不让他靠近 于是阿凯决定先找到小狼再说 你等着吧 我去找找你的孩子 他们这么多天没喝奶 肯定饿坏了 被困在这里快三天了 不知道我的孩子们怎么样了 太棒了 终于找到了 哎呀 这些小家伙饿坏了呀 他们出生恐怕还不到几个月啊 这么点的小狼 要是没有了妈妈的话 那可就死定了 当带着狼宝宝的阿凯 出现在母狼面前时 母狼立刻嗅到了自己孩子的味道 于是双眼露出了感激的目光 求求你别伤害我的孩子 你不要生气 也不要伤心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孩子的 你现在相信我不会伤害你们了吧 来让我帮你打开补兽夹吧